中方对所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同台湾当局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表示高度赞赏 我们支持所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自主做出的这一重要决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已经同世界178个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昨天所罗门群岛以27比0的票数 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再次充分地证明 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势不可挡 我们欢迎所罗门群岛政府抓住历史机遇 做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选择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早日融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合作的大家庭 中方愿同索方共同努力 开启两国关系发展的新时代 至于中国何时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 中国有句古语 刮手低落水到渠成 中方谴责这起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 反对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我们会与有关方面避免采取 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 岛内一些个别人士的言论呢 充分暴露出了他们 以己之心夺人之父的心态 当然对于那些习惯于 用金钱去买外交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理解不了 有些原则是买不来的 信任也是买不来的 所罗门群岛政府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并同中国建交的决定 再次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势不可挡 我们相信同拥有十四亿多人口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具有光明广阔发展前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 必将为所罗门群岛带来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我们愿与所方共同努力 开拓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的广阔的前景 中方谴责针对沙特石油设施的袭击事件 反对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 我们当然非常关注这一起袭击事件 对于国际原油供应市场和价格稳定和安全的 这方面的影响 那么至于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那这个不是外交问题 事实上在国庆办举办的记者会上 近日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 也就相关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你可以去查阅一下 当前阿富汗局势正处于关键的阶段 中方支持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秩序为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 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现在安理会的成员 正在就联合团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磋商 我们希望安理会的各个成员 共同的维护以往达成的重要共识 相互尊重彼此的关切 继续在阿富汗问题上 开展建设性的合作 维护安理会的团结 我觉得现在香港的确是 处在一个危机的边缘 但这个危机不是这位议员口中说的人道危机 而是法治的危机 连日来过去两个月来香港的形势发展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注意到网上即便连CNN记者也开始报道 这些极端暴徒暴力分子 他对普通的百姓路人所造成的伤害 进行的疯狂的令人发指的攻击 他们对整个的社会的法治和安全 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所以我相信这是时候 站在一个危机的时刻 是时候广大的香港市民都站出来 勇敢地大声地对暴力说不 应该尽快地止暴 制乱刻不容缓 需要调查的是那些暴徒 那些极端暴力分子 他们所进行的极端的违法犯罪行为 以及他们幕后的黑手 在如何地操纵这场 对香港会造成严重伤害的 极端的暴力的行动 不容认可不容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